Chartroom有人留言,想問禁風1772 昨天升了上來 他也問說昨天大郡升上來 如果短炒的話,今天是否最好 我覺得可以留意 因為禁風當然前一段時間的說法就審慎了一點 因為當時也說過,同期其實是看到坦順利價的強 他自己也有些可能指公司的收購動作 還有連帶Tesla有些新簽的合約單 但是股價反而是下來了 因為當時大家覺得股值需要調下來 但是近期明顯地轉變 一來昨天炒上來的那棍 都是炒坦順利價上 當然這件事都說過 有辣有不辣 如果你說價格高 當然對禁風這些做相對原材料這些 一定是有利 但問題是太高會不會反過來 如果令到新能源車的需求會減弱一點 過去曾經炒作之下也令股價跌過 但是暫時還沒有去到這個想法 而連帶貌最主要就是股價的動力 因為昨天一大棍上來 一來就成交夠了 二來其實你看到RSI那些 去到70個外 其實都是近月沒什麼見過的 都明顯地反映花點 其實走勢動力轉強了很多 而且過去這幾個月 其實走的區間都是差不多109 到130附近 都是一個比較偏向環境區間為主 昨天都突破了130這些阻力位 所以我想短期如果不下130以下 不下區間的樓下的話 純粹以量度的幅度來說 大概都差不多20元的範圍 可以往8-5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133、134 可以值得小絕對去搏一下 就是搏去上面看8-5元附近 那下面如果假設你搏的 那就穿130 可能就是3-4元附近做一個指示 其實那個虧損幅度就會少 所以只要肯嚴守這個策略 我想短線部署都可以留意一下